台湾运彩公司在去年的3月 停止相关资金的投入 台湾观光学院之后 董事会在去年的7月 是再度的一组了 在109年3月 就传出经营困难的讯息 不过6号上午代理校长王彦均就表示 董事会完全还是会以学生受教权为主 让学生顺利的毕业 而未来的6个月 将会积极地和教育部进行协商 明年学校停招不停办 并且希望教育部能够将招生源额提高 才能够维持学校的云运 在董事会纷纷撤资后 台湾学院在110学年度全面停招学生 新任代理校长王彦均 希望转型新形态学校方式 让学校起死回生 对师生做出承诺不会权益受阻 很感谢董事会愿意在花莲为这些所谓的在地文化传承的技术教育贡献心力 再一次感谢董事会愿意这样做 那所以说很期待所有的资源能够来协助我们 做花莲地区 我们整个文化传承的技术教育 这个是董事会愿意在强调跟要求的 所以说我是秉持董事会的讲法和想法来领导举项 来帮忙处理学校线相关的事务 所以也请大家各位媒体朋友 地方的士生能够对我们学校多多的支持 然后也请各位没关系 开放给大家对我们做所有的监督好不好 目前正与教育部进行相关的沟通 并且希望教育部能够解除台湾观光学院专案辅导的列馆 解除招生员额 才能够让学校继续营运 而外界所盛传的教职人员领不到薪水 以及寄欠学生奖学金等问题 汪彦均表示这并非事实 在去年的11月就和学生及教师进行协调 并且将在今年1月份给予相关的薪资以及奖金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